Renderforce.com 古代中原男人,为何把死都不娶匈奴女子?原来匈奴女子有意天生身体缺陷。 古代中原男人,为何把死都不娶匈奴女子?原来匈奴女子有意天生身体缺陷。 在古代,汉族和少数民族有著明显的划分,古是汉人温文尔雅,而少数民族的子民思想则比较跟放,行为更是放荡不羁,正因为两个种族之间思想文化不同,所以造成了严重的等级分化。 而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,也令不少汉人无法接受,所以导致古代的汉人都非常瞧不起他们,甚至称他们为蚂蚁之地,称他们的子民为匈奴。 古代的匈奴都十分刁蛮,因为不满中原人的统治,所以屡屡派兵攻打中原,当遇到朝廷势力比较强壮的时候,匈奴很容易就被打退。 所以,一旦遇到比较强悍的少数民族,中原的统治者,也就是皇帝也不敢跟他们硬碰硬,大多数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,会选择和亲的方式来解决,但是和亲往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只能暂时缓解中原与匈奴的关系,来维持短暂的和平,日子异常,匈奴照样弃势地来侵犯。 汉朝有一位皇帝,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派朝中使者苏武去忙匈奴谈合作,但狡猾的匈奴竟然将使者苏武扣留在了匈奴,并且利用残忍的手段威逼利诱苏武投降。 苏武宁死不从,这下彻底激怒了匈奴,匈奴把苏武囚禁在了北海,命令苏武守持汉朝的伏节放羊,并且给了苏武一条活路,只要苏武能让公羊怀孕,匈奴就答应放了苏武。 苏武没有半点屈服之意,手持汉朝伏节坚守了19年,他维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尊严,更是汉朝所有子民的尊严。 后来苏武的坚守终于迎来了光芒,他被获释回到了想念已久的土地,而汉宣帝也追封他为麒麟格的功臣。 这个荣耀是无比的风光,有很多人用生命也换不来这个封号。 其实,苏武在匈奴的时候,曾经有过一个匈奴妻子,但是在证实里却从未提及,只是在遗史中有过只言片语的记载,由此可见看人对于匈奴的不屑。 那么,古代中原男人为何打死都不娶匈奴女子呢?难道匈奴女子真的有那么不堪吗? 其实,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匈奴,他们的生活是自由散漫的,基本上每天都以牛羊作伴,还要承受风吹雨淋的打击。 长此以往,皮肤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,而他们又不懂得保养,所以匈奴女人的脸部也没有中原女人那么小巧精致,皮肤也很粗糙。 相比较而言,汉潮男人还是愿意取本族女子的。 除此之外,匈奴女子还有一个天生的身体缺陷,那就是匈奴女子因为常年吃牛肉和羊肉,所以身上经常会散发出一股沙胃。 这是中原男子最不能忍受的,而且匈奴女子经常大口喝酒,大碗吃肉,所以就算牙齿清洗地在前进,也会有一股怪味,这股怪味也许只有匈奴人才能习惯的了。 原来,中原男人之所以不愿意娶匈奴女子,主要是因为匈奴女子身上所独有的怪味。